出道 電影界都開了 之前我就不太會買 不過現在和他 我就是有藉口會搭門口 他要穿什麼 通通都是我搭理 就幫他都弄好 燙好 現在都他出門 我說老婆要穿什麼 我說你不會自己弄嗎 你知道嗎 你在穿衣服嗎 今晚請鎖定 女人好戲力 您現在收看的是 超級電視台 請你跟我這樣過 小童話要提醒父母 健保族有給我們一個 公費塗牙的鼓勵 圖符 就是一歲半到兩歲以上 到五歲以前 每半年有一次免費的 但是因為這個圖符 要花時間小朋友要溝通 你們要事先預約 你們不要常常說 現在打電話去說 現在沒有位子 那你就把這件事放過去了 提早預約幫孩子 那個牙齒做好 不過孩子會蛀牙 大部分跟習慣 是有最直接的關聯的 好 而且你們家孩子有什麼 我現在老二碰到一個問題 就是說 因為我老大其實 他喝母奶的機率 比較沒有那麼長 所以我們那時候 斷奶的時候 非常的順利 所以我們老大沒有 吸過奶嘴 然後現在老二就比較麻煩 因為他喝了一年的母奶 現在我們在面臨 斷奶 那其實我每天就是 我要負責就是要來 那個什麼就是哄他睡覺 我以為你要負責餵奶 沒有 我們現在斷奶 所以我都負責 因為媽媽如果抱著睡的話 她會想喝奶 對 那我跟你講我好幾次 我真的受不了 我都跟家庭說 我們去買個安撫奶嘴 讓他吸一下 可是他就一直覺得說 安撫奶嘴 就會影響什麼牙齒 影響嘴唇 所以我現在每天晚上 最近好痛苦 那你家吃手 哎呦 也不好 其實吃手跟 跟奶嘴是一樣的道理 差不多道理啦 差不多 安撫奶嘴有幫助嗎 奶嘴跟吃手一樣 那這樣咬久之後 牙齒可能就會變性 所以我老婆說 真的會影響到牙齒嘛 對不對 真的會 可能會變成凸凸的 或是有些人 牙咬住的時候 中間是有縫的哦 牙齒中間是有縫的 合不在一起啊 對 牙根本就有嗚髮 牙的牙齒就是有縫的 或是嘴唇就飆的 牙齒也飆的 所以我們就是要堅持 不要用安撫奶嘴來斷奶就對了 比較好 對 你又真的要存錢 幫他又整搭了 不要被刺眼給蒙蔽了 安撫 對 我想就是奶嘴 就是奶嘴 我是覺得短時間可以啦 一般其實 你不能把安撫奶嘴 也就一票打得比 所以他都不好 因為其實孩子牙齒也發育 大概六個月到兩歲半會長期 那我一般建議是短時間 大概一歲半以前 我都覺得還是一個 可以接受的時間 因為一歲半以前 其實很多孩子 媽媽不在身邊等等 他還是一個適當的安撫 一個西雲的安撫 對他來講是安全感 一個很重要的部分 不能完全嗎 但吃奶嘴跟吃手 我會比較建議吃奶嘴 因為奶嘴你可以拿掉 手長在他身上 以後你要怎麼建 所以一般我還是建議 安撫奶嘴來得好一點 而且消毒等等各方面比較完整 但是在一歲半以上 第一個 你開始學講話了 你嘴巴一直塞著一個奶嘴的時候 第一個孩子的語言發展會賣 因為他不主動講 你嘴巴裡面總是塞個東西 他怎麼會主動去學發音 第二個也會影響到勾音 一些捲舌音等等會上不來 那就像呂醫師講到的 你的這個牙齒的齒裂爆牙 超醇 臉習的變化等等都會 好 那這個影響的層面 如果到後面是這麼嚴重對不對 那你說一歲半以前是可以適時的吃 讓他吃到什麼時候 就一歲半就要戒掉嗎 我是建議對一歲多 一歲半左右還是要想辦法 就我覺得今天奶嘴也是一門學問 當然大家父母用過很多各式各樣的方法等等的 但是我是真的學時間不能拖 有人到三歲四歲還在吃 那就太晚了 所以一歲半開始戒就對了 希望能夠在那個時間 對 所以牙齒整不整齊 父母真的是擔心 對啊 像我女兒啊 我女兒的牙齒是 像我那時候大家去看牙 很棒喔 牠沒有蛀牙 因為醫生說牠牙縫很大 所以不會卡 不會卡 只要塑個口全部都出來 對 牠幾乎都沒有蛀牙 那時候覺得哇 這個不錯 可是你知道牙縫很大 很醜 沒有 牙縫大是好事耶 對 沒錯 人家義大利的美女和帥哥 都有牙縫的 哪個毛毛 沒有 只是牙縫 曾經聽過牙縫說 因為牙縫比較大 所以牠以後長 牠有縫 空間可以長 有空間 牠比較整齒 我也聽過牙縫小以後就會亂 真的嗎 因為我兩個小孩的牙齒也是不一樣 老大師現在看起來長得很密 很漂亮 然後老二就是也比較有縫 然後去給醫師看的時候 他就說那你這個老二以後 牙齒會長得比較好 我想怎麼可能 因為你有空間 對 沒錯 你有空間 有媽媽們小朋友的牙齒是太過密 然後或者是歪七扭八的嗎 我女兒牙齒是歪七扭八 但是牙縫也很大 好慘喔 真的 分通打 怎麼會這樣一定吧 因為牠現在晚上還是要喝奶睡覺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為這個原因 牠的牙齒 牠現在才長四顆門牙而已 但四顆就是歪的 多大 現在一歲兩個月 差不多 那妳有看過醫生嗎 沒有大家看過醫生 但是我自己就很擔心 然後我就會上網查 然後就說不會影響以後啦 現場真實的醫生挑戰 廣的醫生 對 餘醫師會嗎 我比較擔心是牠是否有蛀牙 所謂的夜奶 很容易就乃平心去吃 所以牠還是看一下比較好 所以 那牠會影響到排列嗎 牙縫比較大 這個不一定 可是剛剛說的那個牙縫 牙縫的問題 因為本身乳牙的大小 跟橫牙的大小 有時候會差到一倍 蛤 這所以牙 對啊 有時候會1.5倍到2倍 就是橫牙的大小 有可能本身就是乳牙的1.5倍到2倍 那麼大 可是小孩也長大了 口腔也沒多久 有時候跟不上 我們骨頭擴大速度 但是因為牠就這麼寬 所以很合理的 如果牠原來乳牙非常密 那橫牙大概就會 所以牠只好撐刺不齊或亂講 平數只有10平 對啊 因為要塞兩套家具 那是 對啊 怎麼走路嘛 因為我們換牙的速度 不是全部一起的 我們下面的4顆門牙 會先換再換下面 所以但上面門牙掉的時候 你旁邊牙齒都還好的 所以那個空間就只有 你掉那兩顆乳牙 你要長出兩顆大門牙 你旁邊如果沒有預留的 停車位的話 你就會塞不下 所以你要有一點點齒縫是好的 再來講到這個奶瓶性蛀咬的問題 的確是你吃食物吃越久 會一直含著奶瓶越久 有一個研究報告 奶瓶性蛀咬的孩子 如果說你平均一天含奶瓶時間 超過8個鐘頭來講的話 他會奶瓶性蛀咬的時間很久 因為會很大 比一般孩子大概才2點多的小時 吃那很快 吃完你可以喝水漱口 那你一直含著奶瓶 那你的口腔一直維持在 有食物的狀況之下 它就會非常非常容易 就產生酸性物質去侵蝕 那另外一個 因為孩子的嘴巴裡面 其實本來是沒細菌的 會有一些奶瓶性蛀咬 跟一些習慣 其實跟父母 跟照顧者有很大的關係 醫生跟我講說 你要不要乾脆就注射那個東西 凹凸的那種甜凸劑 對 你把它封起來之後 你咬牛奶糖咬什麼 它就不會叉進去 所以叫做勾系封田劑 對 所以它有一個很短的黃金治療期 如果一長出來不趕快弄 很有可能三年內已經住了 那就沒辦法再預防